1938年1月24日,湖北武昌市平岳路、金鹏流阳路33号内院的一处小楼上响起七声枪响。 原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级团军总司令韩副局倒地身亡,这也是抗战中第一个被军阀处死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这位曾经叱咤一时的军阀,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只留下一妻二妾和五个子女。 那么韩副局为何会被蒋介石枪决?他的家人后来过得如何呢? 视频开始之前,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感谢您的支持。 二次北伐之时,作为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韩副局也在这次北伐战争中迎来了自己的成名之战,张德大战。 1928年4月初,张学良帅奉军进军张德,冯玉祥派出二十个市与张学良开战。 当时的奉军拥有中国各军系最大、最先进的火炮部队,所以刚一交手,冯玉祥的队伍内出现了极大程度的伤亡, 偏偏主力部队正在与孙传芳开战,没有能力回援。 为此4月15日下午6时,冯玉祥发电报给韩副局,让其立即北上张德参战。 当天晚上,韩副局及其部队就乘火车抵达张德,并与北陆军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商量好第二天的作战计划。 17日一早,韩副局率第六军担任主攻,一连攻占了三十多个村子,逼得奉军渔学中部只能向张学良求援。 当天夜里,韩副局与张学良派出的骑兵交战,韩副局的三位师长和两位旅长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上千名官兵牺牲。 眼见张学良还在向张德调兵,韩副局立即下令全军固守阵地不要轻易迎敌。 与此同时,韩副局为了消耗奉军的弹药,专门组建一支赶死队,每天晚上都会偷袭奉军阵地, 一个星期就消耗了奉军大量弹药,降低了韩副局部队的伤亡。 不久后,张学良亲自到前线指挥张德三面迎敌,韩副局立刻下令发起总攻, 在韩副局的不停进攻下,奉军先后丢失二十多个据点,全线后退三十里。 韩副局抓住时机派部队穿插到底后,同时在奉军后方放了一把大火,使得奉军乱作一团,只能向顺德逃去。 获得张德大战的胜利后,韩副局并没有停下脚步,反而向磁州方向急行军,打算在奉军抵达之前攻占磁州。 消息传到前敌总指挥孙廉仲的耳朵里,他却表示,张德距磁州上有九十里,奉军虽心败,实力尚存, 韩副局一夜之间岂能赶到磁州。 谁知第二天中午,韩副局竟真的在奉军抵达之前拿下磁州,断了奉军的后路, 逼得这只逃跑的奉军只能灰溜溜地绕开磁州。 这场大战之中,韩副局为受命拼死抵抗,打败了进攻张德的奉军, 又一夜急行军九十里攻占磁州,抄了敌人的后路,凭一己之力扭转了战局。 这一战过后,韩副局获得了非将军的美称, 他的事迹也传遍了北伐军,更传到了蒋介石的耳朵里。 一年后,蒋介石邀请韩副局前往汉口会面,还曾在日记里称赞他为国之宝贝。 尤其在中原大战之时,韩副局通电判出伯乐冯玉祥麾下, 归顺蒋介石更加深了蒋介石对韩副局的重视。 但在抗日战争之时,这么一个国之宝贝非将军, 却成为了蒋介石处决的最高级别将领。 韩副局归顺蒋介石后,便开始主政山东, 企图将山东打造成自己的大后方, 可他接下来在一些重大事情上的表现,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先是韩副局看出蒋介石无心抗日, 便加大力度掌握山东财政,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 尤其在松户会战过后,蒋介石借着战争消灭一己的行为, 引起韩副局的警觉,对蒋介石也产生了异心。 与此同时,韩副局又解散了山东境内的反日协会, 又拒不执行南京政府的金融条令,多次私吞中央税款。 碍于时局,蒋介石虽然不满,却只能默默忍让。 在此期间,日本也不断派人接近韩副局, 挑拨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希望他能支持山东独立。 韩副局虽然不想投靠日本人, 却对蒋介石也并不忠心,为了自己的利益, 韩副局一直与日本人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 游走于日本与国民政府之间。 殊不知,韩副局的种种行为已经传到蒋介石耳中, 使得蒋介石深信韩副局已经背叛自己, 更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忌惮。 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后, 韩副局在蒋介石被扣押之时, 发密电称赞张学良的行为是英明壮举。 没想到这份电报南京特攻破译, 使得韩副局完全成为了蒋介石的眼中钉。 日本大举进攻山东之前, 特务头子土肥元曾与韩副局达成协定, 只要山东保持中立, 不让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境, 日本就不会攻打山东, 更不会轰炸济南。 会谈结束后, 韩副局立刻开会征求大家的意见。 看到将领们都不同意与日本人合作, 韩副局才放弃这个想法。 但没过多久, 蒋介石就知道了这件事, 下令韩副局死守山东。 日军大举进攻之时, 韩副局确实积极组织力量抵抗, 甚至在多个场合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德州血战中, 韩副局发现自己的三个师损失过半, 蒋介石还调走了部队中的炮兵, 这在韩副局看来就是在故意削减了他的实力。 韩副局认为, 蒋介石只是想利用日本人之手消灭自己, 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 索性直接撤退, 最终导致山东落入日本人之手。 1938年1月11日, 蒋介石先以召开军事会议为由, 将韩副局片制开封。 随后戴笠又策划了一场停电, 趁夜色与韩副局士兵进行激烈战斗, 最终将韩副局抓捕至汉口, 压在一处小楼中。 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韩副局的所有职务, 之后经过开庭审讯, 列出来韩副局的十大罪状, 并被判死刑。 1月24日晚, 一名特务敲响了韩副局的房门, 这位名震一时的非将军就这样被枪决。 当韩副局被扣押在汉口的消息传来后, 他的妻子高一珍就预料到韩副局的下场, 打算亲自前往武汉探望。 还没等高一珍出发, 就接到郑栋国即将前来探望的消息, 高一珍认为郑栋国与韩副局并没有任何私交, 在这个关键时期前来探望, 大概率是来抄家的。 想到这一点, 高一珍也不再提心吊胆, 而是吩咐众人将所有箱子打开, 整齐地摆放在墙边, 就连卫士的贴身武器也被放置在桌子上。 等到郑栋国刚一进门, 高一珍就率先开口, 相方, 韩副局, 犯罪, 郑将军来此的目的是抄家吧。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 卫士们也已经上脚武器在院子里等候吩咐。 话音刚落, 郑栋国就立刻解释道, 您误会了, 我来试看看你们有什么需要的, 我替您转达。 听到郑栋国的话, 高一珍开口道, 我想去看看相方, 不知能否批准。 以后我也不需要别人保护了, 这些卫士请求回山东抗日。 这些武器是国家的, 会上交给政府。 您的要求我会转达的, 请您耐心等候。 一天过后, 郑栋国再次找到高一珍, 将委员长同意卫士回山东, 也同意上交武器。 但您亲自去武汉探望不方便, 可以派一名副官前往。 高一珍看到事情无法挽回, 只能派一名副官前往武汉。 与此同时, 韩副局的二夫人济干青也得到消息, 从银川前往武汉探望韩副局, 韩副局的五弟韩子忠也辗转来到了武汉, 与济干青和高一珍的副官会合。 只可惜韩副局已经被处决, 遗体也被陆忠林收敛, 暂时安放在武昌长春冠内。 按照当时的传统, 韩副局的灵鹫应该运回河北老家。 但考虑到河北已经被日军占领, 只能另选安葬之地。 九年前, 韩副局曾担任讨逆军第三陆军总指挥, 探访鸡公山时, 曾对左右说, 百年之后要是能安葬在鸡公山, 我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原来当时的鸡公山已经被打造成避暑圣地, 刚好韩副局的指挥部在这附近, 所以有机会前往鸡公山游玩。 在看到鸡公山的美景之时, 这才忍不住发出一声感叹, 没想到九年之后, 他的一句玩笑话镜成为现实。 获得韩副局家属的首肯后, 孙年仲与陆忠林一同在鸡公山买下一块墓地。 挤甘青, 韩子忠和副官等人则用火车, 将韩副局的灵鹫从武昌运往鸡公山, 简单地将韩副局安葬后便各自返回。 也正是从韩副局下葬的那一刻起, 韩家逐渐变得分崩离析。 高一甄为韩副局生了三个儿子, 分别是韩四谢、韩四玉、 后改名韩子华和韩四丰, 三夫人李玉清为韩副局生下了四儿子韩四皇。 因为没有女儿的缘故, 韩副局从武帝韩子忠家中过继了一个女儿, 名叫韩四律。 韩副局被枪决后, 高一甄一直带着这五个孩子逃亡, 从山东到西安, 从西安到武汉, 再到香港、上海。 当日本人占领上海后, 高一甄又带着孩子们跑回西安。 从上海到西安的路途中, 高一甄带着亲朋好友一同走到商丘, 找到韩副局曾经的部下, 在他的护送下走到了安徽。 但因为这一行人太过明显, 日本人很快就知道了高一甄等人的身份, 指明要同高一甄谈话。 为了安全考虑, 二儿子韩子华替母亲与日本高官谈话, 被告知去西安比较危险, 还是去北平安全一些。 虽然日本人很客气, 但韩子华明白这是不可违抗的命令, 高一甄也只能带着孩子们来到北平, 过上了一段相对太平的日子。 与高一甄不同的是, 二夫人己甘青和三夫人李玉清, 都是韩副局贪图美色而取到手, 没过几年就厌倦了二人。 韩副局被枪决后, 己甘青虽然前去料理后事, 也因此而痛哭流涕, 但无法像高一甄一样承担起责任。 尤其是己甘青并没有为韩副局生下儿女, 自然也就没有心理压力, 没过多久便离开了韩家。 三夫人李玉清虽然生下一个儿子, 可在韩副局去世三年后, 提出要带着儿子韩四皇改嫁, 但这一行为却遭到了高一甄的反对。 为了韩四皇的抚养权, 李玉清和高一甄打了很久的官司, 最终还是将韩四皇留在了高一甄身边。 就这样, 韩副局的五个儿女都随着高一甄长大成人, 而大儿子韩四谢因为患有精神疾病, 最终在精神病院中去世。 二儿子韩四玉在逃亡过程中改名韩子华, 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役, 后有扎根大西北, 之后还当选民革中央候补委员, 中央监察委员。 2013年, 90岁的韩子华在北京去世。 三儿子韩四丰, 黄浦军校毕业后在找运输公司工作, 同时联系海内外的黄浦军校同学, 向大家宣传祖国的盛况。 四儿子韩四皇, 在奥地利留学, 之后定居海外, 最小的女儿韩四律毕业后, 也成为高级工程师。 只可惜高一甄积劳成吉, 67岁那年就离开了人世, 成为兄妹五人心中永远的痛。 1955年, 未便于祭嫂, 韩复举家人将其灵鹫从鸡公山迁葬至北京西郊香山脚下幽静的万安公墓里, 时至今日, 韩复举在北京的墓碑已经焕然一新。 虽然他的二姨太和三姨太先后离去, 却也是自己种下的因果以及战乱年代女子的无奈。 好在高一甄让五个孩子有了依靠。 除大儿子因病去世外, 其他子女都成家立业, 在自己的领域做出一定建树。 但不论怎么解释, 日军兵临城下弃城逃跑, 都是军人最不应该还犯的错误。 至于韩复举是否应该被枪毙, 后人自有论断。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